欢迎收看齐鸣每天早晨七点钟为大家准备的板块分析 我们先来首先解读一下周末的消息面 消息面整体是偏利好的 一个就是一月份新增贷款接近五万亿 那么我们都知道一月份是林村姐按理来说 这个新增贷款不会多 另外来讲是这样的 适用数据这也都是不错的 像M2货币总量也是可以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这个一月份新增贷款没有减少 过春节说明还恢复生产 积极加大生产准备生产的 这个情况是比较好的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是老美多个州 禁止我们国家的公民在美国购买房地产 实际上来说 应该这个买这个房地产应该对是利好 是不是 但是对他们应该是利好 对我们呢 就不一定是 但是不让我们在那边买 对我们国内的房地产 这个肯定是利好啊 另外呢 周末呢 还有这样的一条房地产关于的消息 这个是利好啊 还贷款的年龄啊 要增加到80岁 已经得到了有些地方性银行的应可 那么这个呢 我感觉现在情况呢 对国内这个房地产的促进作用呢 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呢 一会重点来分析一下房地产 房地产毕竟处于一个低 比较低的位置 另外呢 我们发现呢 这个一线城市呢 二手房地产的挂牌的价格 也是有所增长的 而且这个增长的幅度 还有一定的幅度 这个是房地产方面的效率 再有呢 我们说贵州茅台发表了 发布了增词的这样的公告啊 贵州茅台呢 到这个位置了 那么这个位置再发增词公告 说明他看好当前这样一个价位 那么今年以来 也是从去年的10月1号 白酒届一直在上涨 最近呢 有一个像是 三浪上涨之后的回调 这两天又谈了一谈 那么这个能不能在这则消息的刺激下 会引起一定的反应呢 这个我们今天也还是要特殊注意一下 另外呢 大家注意 二月份有多款游戏 87款游戏远见获批 这个对游戏 是不是又应该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啊 另外也有不好的消息啊 你是老美呢 应该是周五呢 是涨跌或护现的 但是我们的热门中代股呢 是多数是下跌的 那这个是多少 对开盘的多少应该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不过问题是不大 另外呀 还有多部委 对什么 人工智能啊 数据中心的新基建的这样一个投入 这些方面的相关的消息啊 总体来讲呢 利好的偏多 利空的比较少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谈一谈 各个板块的综合的情况 大家看呢 这个本周呢 上涨的有电力旅游和房地产 白酒 家电 芯片 半导体等啊 下跌呢 跌的比较多的 恒生 科技 中概互联网 有色金属 电池跟新能源 证券 假如煤炭 还有军工 创业板50等等 我们先看一看下跌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综合分析一下 这个呢 它还在持续回调的功能当中 就是恒生科技啊 所以说继续等待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看看中概互联网呢 也是一个继续等待的 调的挺 有一定的幅度了啊 但是现在还没有明确 这个有色金属呢 貌似 对这个上涨周期来讲 这个调整是 不像是结束的样子 再等一等啊 调整的时间周期 有些不够 是不是啊 另外我们发现电池 电池呢 我是看的比较好的 这个地方再调一调 我认为就差不多了 都应该比较密切的 关注电池啊 电池呢 新能源是一样的啊 那么我说正确 券商呢 这一条 只要是往下赶调 那么我认为呢 还是机会是偏大的啊 这是上涨的 这是下跌的 我们看一看上涨的 上涨当中呢 电力这个位置比较低 但是接近于创新高的位置 更像是一个一笔的反弹的浪 但是有了一定的成交量放大 就是直接突过去呢 也是可以的 那么 这个电力 大家记不记得 我在低位的时候呢 就不断地提倡 我说电力是低位 是低位 实际呢 慢慢有往上走 到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获利幅度了 所以说大家点一个关注 对齐鸣呢 对这些板块分析 对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我因为电力呢 也可能直接就上去了 也可能再撤一下 还上去了 总而言之 这个位置上 大家注意小周期的把握 节奏即可啊 问题不太大 这个旅游呢 有一定起稳的动作 但是成交量没有放大 大家记不记得 周五带盘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位置 我说这个旅游是走的 还是比较好的 实际呢 有些旅游当中的个股走的 还是相当不错 因为到这地方呢 应该是这一浪调整的终点 后面呢 可能还有一个小周期的震荡 但是方向上呢 应该是 应该是积极一点啊 地产 我们这个重点 我们今天重点要说说这个地产啊 我们看这个地产呢 周五呢 走出上冲之后有点回落 实际早餐一度走的还可以 你看看这个地产显啊 大家看看这个日显 上涨之后的 这一浪 我们理解了二浪 这个地方第一点在悄悄的抬高 而且这个地方 有点重新回到 从所有的中短期均线 上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如果从周固前来看 上涨回撤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起稳的要求 还是比较明显的 看见没 另外从小周期上看 也是重新回到了短期超盘线的上方 我们来总结一下 实际当前呢 指数到这个位置上呢 我们认为呢 假如说啊 往下有个小动作 再往上走 刷新前面的高点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但是呢 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 为什么说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 因为有一些板块 调整你看到还没到位 然后有的启动呢 信号还不强 那么多数的板块呢 是一种比较混沌的这么个状态 我上周周五做收平 以及我们做周平的时候 已经明确说了 这个地方呢 有一定不确定性 但是大周期上是坚定的看多的 所以说做好小周期上的把握 那怎么看呢 这个情况呢 可能貌似呢 假如说有一探之后 刷新高点这种概率还是大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综合来分析了各个板块 大家要注意什么 特别特别要注意的 有些板块会在一两天之后 出现马上重新起稳的这样一个动作 就包括地产 虽然地产这种东西啊 我们说呢 他不一定走得很强 但是他还会走的还应该还算可以啊 好了 更多的关注齐鸣早晨10点15的直播 进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看盘 祝大家本周投资顺利